另外,我問一下3690,觀眾的Helen 她可以買180元,家註位在哪裡呢? 當然,如果你論美團的業務 其實真的算是新經濟股的龍頭裡比較好的其中一隻 甚至乎業績仍然處於一個相對不錯的表現 因為外賣的需求真的大 但問題是近期的價格 因為從價位上看,其實它也算是硬朗的 你比起剛才提到不斷強力騰訊 它還未回到五月、三月的低位 都還有一段升幅 但我想近期大家都知道它身上發生什麼事 就是有些被減辭的疑魂 即是被騰訊減辭的疑魂 雖然不斷有什麼澄清 那些說法出來 但是我始終對這一點也有保留 因為你只看那天騰訊實際業績之後 在分成員會議的答法 它是說報道不準確 它沒有否認報道 即是可能是用別的方式 可能是報道裡面有些時候它覺得不準確 但它沒有說不做 這個我覺得也有些深著的位置 當然我不是一定會沽 但是不是完全放心了 或者這樣說 而我覺得騰訊可能假設真的想沽美團 也不是沒有這個誘因或者可能性 一來它自己那邊是被人沽的 那這邊它沽回別人也很正常 你拿回錢回來 無論你說派也好 做回購也好 你起碼也頂到股價 這個很正路有這樣的想法 而以來始終不要說是否這麼有 無論它沽人人沽那種 但是我想就算它選擇 要真的可能考慮沽美團 始終也有個考慮 因為當日它們進去 而現階來說 你也是一個投資 其實大家也是一個 省戶也好 投資也好 你也是投資也有錢賺錢 賺走很正常的一個做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再加上現在騰訊的盈利 又沒有什麼增長 那你透過這些 可能套然也好 減遲也好 你叫做投資收益回來 賺到的錢 其實又不是一個 就是差的做法 這是第二點 而第三點 我想也是 真是內地政策 始終過去也知道 為什麼它會減遲京東 又或者是減遲私 其實有少少說法 都是應對內地監管要求 就是不要那麼壟斷 一間大就掌握所有 所以你從幾個角度來講 它是有這個有因和可能性的減減 但是是不是這一刻馬上減減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 無端端搬得出來 我覺得都要小心 就是股價會困住了 也不是一定是你淡 但是會困住了 所以我只覺得 如果你有貨 你可以前保貸的 因為實際上 業務面真的不是特別益 而且你拿180多 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 這些位置是否立即適宜再加 我就會覺得可以先等一下 而且你倆的走勢 近期下來了 即是那天一大棟下來了之後 雖然說過去兩天彈回來 或者今天也在彈一些 但是你倆的彈力 是不強的 即是那支大陰竹 你這兩天彈極最高 都是剛剛車邊一半而已 即是變相 意味著市場 都是有些戒心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有些機會可能會再回一下 除非它能夠上回174 這些位樓上站得穩 如果站不穩的話 可能會回到大概165 這些位樓下 所以 如果你說真的看好 它的長線前景 你覺得想逢低去賣 去慢慢加 可能到165 才再加一些 我想不要急 慢慢賣會比較好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做 被減持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要做 雖然剛才提到 從業務 從通常線不是很淡 甚至你講真的 這邊菇里有人接 其實也不是一個差的情況 但是 因為騰訊持續持續持續 240美金 如果真的要沽 或者真的要沽 可能也會有些短期壓力 這個我想 都不能夠避免 所以 可能慢慢去加 會比較合適一點